圣性骨营养不良呢 它又称为圣性骨病 也是我们现在呢 最新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CKD MBD 慢性肾脏病 矿物质疾骨代谢紊乱 它是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呢 激发一个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抗菌 它呢 来源于什么呢 就是这个肾脏病 钙磷代谢紊乱 导致破骨活动增强 从而导致的一系列股病 它归根究底是因为什么呢 你知道呢 磷是通过肾脏代谢的 而我们食物中呢 是富含磷的 像一些坚果呀 像一些牛奶呀 就是这种优质的 这种蛋白的营养物质呢 我们每天的摄入必不可少 但是呢 同样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血磷 会生血磷 它磷含量比较多 而慢性肾脏病患者 由于肾功能的异常呢 会造成一个血磷的升高 而血磷的升高呢 它就会影响一个器官 叫做什么呢 甲状螃蟹 它就是一个警察 他来监督这个血盖和血磷的水平 如果血磷的水平增高呢 它就需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血盖水平 寓意之相适应 这时候它怎么生血盖呢 就是破骨 导致一个破骨的增强 也就是呢 造成一个这种 患者造成一个肾性骨病 肾性骨病呢 除了一个骨的 一个形态血的异常 患者也会造成一个 这个骨骼的畸形 身材的缩小等等 以及骨痛等等 一系列的病症 所以呢 我们要积极的预防 怎么预防呢 一个就是 摄入限制 摄入这个 身高血磷的食物的含量 另外呢 在临床上呢 急诊及时就医 控制一个这个 肾性骨病的进展